只有骨頭症 香香散下來 這都不是好的痕症 尤其是老大人 代替病院醫師單從地標示 這都是需要經過傷勢的檢查 其中多發性的骨吹流 是最容易發生在65歲以上老大人的身上 因為多發性骨髓癌 他的臨床表現比較非特異性 很多人是因為骨頭痠痛 甚至嚴重的貧血 甚至不幸的是在 發生骨折之後才被發現到的 所以如果有以上的狀況 像是走路會喘 然後骨頭疼痛 然後或是說疲累 或是甚至是體重下降的話 其實都是應該要由醫師先評估過 現在針對這種多發性骨吹流 健保教毛新的效力退出 但從地標示有新的標靶藥物 可以用健保的方式來減輕加上負擔 現在在多發性骨吹流的治療 大概因為健保局支援的關係 大概已經可以用到一些新藥 然後可以增加病人的一些 就醫的便利性 那不需要再像以往一樣 如果有這些狀況的話 在年紀很大的年長的一些老人家 那還需要周策勞頓到其他的地方去救人 我們大概可以讓 提供在在地的一些醫療的服務 因為口氣發達 也發揮越來越多的病情 大家病醫分年分年 護醫中丹映明標示 這幾年健保教就相對感情的部分 有增加了很多的經費 其實我們現在的健保呢 對於照顧我們的國人的健康 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貢獻 因為他照顧了一個 有這種不幸疑犯癌症的這種病人群 可能是有高達六十幾萬 這麼多相關的一個 給付的一個措施 那對於照顧我們 國人不幸疑犯這種癌症 有相當大的一個貢獻 這款由於火星疊老大 人心上的都發生 幾歲流只有有用好的藥物 並且在到火照顧 治療效果都不錯 而且恨在婚姻的鄉親 也不用走去外館治療路 婚姻在地建博也有接觸 既將真心藏不動